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上午我们讲科学精神的起源 所谓的科学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个东西 西方科学经历过两次起源 第一次是希腊起源 第二次是近代的起源 我们今天就把这两次起源讲一下 在中国科学是一个大词 是个好词 中国人特别喜欢科学 特别热爱科学 特别推崇科学 可是呢 我们又知道我们的科学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 尽管近一二十年来国家大力投入 使得我们的科学在量方面 在规模方面 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可是在质的方面 我们并没有根本的改观 那就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如此重视科学 却很难发展起来 特别是在高精尖领域 特别是在前沿的突破的创造性领域 我们始终达不到国际引领的水平 当然原因很多 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后进国家 你是跟随者 但是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需要解决 就是我们中国人对科学这个东西 实际上有三大误解 第一个误解 叫科技不分 咱们中国人现代汉语讲科学的时候 很容易说成科技 一说科技的时候 很容易想成的是技术 所以这样造成一个后果 就是科技不分 以技代科 第二个呢 我们总是用实用的态度 用功利的态度来看待科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教新国 科学救国 科技扶贫 科技会农 所有的目标就指向一个用子 第三个误解 就是过分强调分科 我们的科学教育 从初中高中就开始分文科理科 到了大学就分得越来越细 所以我们中国人培养出来的科学家 往往都是专家 很少有红阔视野 融贯的知识背景 这样的大家 那和这也有关系 那么这三大误解怎么来的呢 我也发现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 就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铺垫 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 我想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本来就是有技无科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有技术 我们有发达的技术传统 但是我们没有科学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知识 或者知识分子 没有独立地位 我们对知识的态度 就是功利主义的 读书是晋升之介 是敲门砖 如果你为读书而读书 人家会说你叫 叫读史书 史读书 读书史 没有出息 没有前途 可是大家知道 这恰恰是西方正宗的科学精神 第二个原因呢 这与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特殊历史遭遇有关系 第一次这个西学东建 就是明朝 明末清初那一次传教士传到中国来的科学 实际上是无稽而终 什么意思呢 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没有兴趣 说你们回去算了吧 所以也没有打他们 也没有骂他们 他们呢也没打我们 也没骂我们 就是很自由地交流了一下 那么第二次开始 就突然变得有兴趣了 那么为什么有兴趣 因为这一次人家不是传教士开道的 而是洋枪洋炮开道 是商人开道 在这一次文明的冲突过程中 中国人民深深地认识到西方的强大 那么西方强大怎么办呢 我们的古老的智慧就是向人家学习 所以叫师宜长计以致宜 这帮人出去学艺发现什么呢 说洋人之所以船间泡利 不是因为工艺先进 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门叫科学的东西 你要造船 造枪 造炮 没有数学 物理化学是不行的 所以中国人近代 现在我们对科学那么重视 那么推崇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被逼无奈 这种被逼无奈的这样一个 特殊的历史情境 使得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 就带有极强的功力主义色彩 当然第三个原因 现代中国的很多学术术语 特别是西学术语 都是日本作为二传手转过来的 而科学这个词也是日本来的 19世纪 西方的科学正好进入了 分科化 专业化 职业化的时代 所以日本人就敏锐地意识到 西方这个学问跟儒家的传统学问不一样 儒家的学问是通才之学 天地人打通的 西方的学问一开始就一颗一颗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science 一译成科学 这个我认为很可能是 导致我们过分强调分科的原因 总而言之 这三大误解的消除 我想需要有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 那就是回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 当然破除这三大误解 需要有一些新的视角 咱们中国人对科学的传统视角 就是一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是有用的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 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家就两个人 一个就是钱习生 一个就是袁隆平 这两个人是标准的科学家 一个可以造枪造炮打人 保卫自己 一个可以搞饭吃 至于陈锦润是不是科学家 这我们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想呢 我们需要采纳一个新的眼光 什么眼光呢 我称为人文的眼光 因为人文的眼光 是理解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眼光 就是人作为人呢 它有一个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 它是通过一种文的方式 是自己成为人的 但是在动物界里 人的这个地位是不明确的 它的这个栖息地是不明确的 它的食谱是不明确的 它能干什么也是不明确的 它是不明确来源于 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 非常偶然的组合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立行走的形态 一个就是我们的脑量变大 这两件事情 大家都深有体会了 直立行走 导致我们颈椎出现问题 脊椎颈椎很紧张 脑量变大呢 就是颈椎的紧张更加突出 其实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这个 主要的问题是 脑量变大和直立行走 这样一对施存矛盾的行为 导致我们人类生育发生困难 直立行走的这个物种啊 它的盆骨不能太宽 盆骨不能太宽 而脑袋又变大 就生不出孩子来了 而人类这个物种就是个大脑袋的物种 脑袋越大的物种 它的婴儿孕育时间越长 按照动物界的这个线性规律 像我们人类成体1350毫升这样的脑量 它的胎儿应该是21个月孕育期 是属于逐月 可是21个月的脑袋是根本生不出来的 所以进化采取的基本方略就是 让我们人类整体早产 所以在座的现在都是早产儿 9月就生出来的 9月的孩子生出来以后呢 就什么也不是 它是个nothing 既不具有人类的基本的品质 直立行走它当然不能了 三番六座八爬 走是走不了的 它也不会讲话 光会哭 它也没有觅食能力 光会被动的这个损失 这也就是我们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就是什么也不是 但是这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呢 它具有一种超强的这个能力 就是它学什么像什么 你把一个人类的婴儿扔到狼群里去 它将来会变成狼海 你放在猪群里去 它可以变成猪海 放在好人堆变成好人 放在坏人堆变成坏人 人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能力 在于它的先天的五本质 用我们哲学家的话讲 它是先天的五 先天的缺失 使得它能够通过一种后天的方式 教化的方式 使自己成为人 第二个呢就是 人是一种知道自己有死亡意识的这样一个动物 它知道这个 多数动物快死的时候 大概知道自己要死 只有人在自己还不死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要死 这种死亡意识 对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灾难 既然早晚会死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死了算了呢 为什么非要活着呢 所以活个什么劲 那个劲儿都需要追究活着的意义 所以人类的生活比动物的活着要多一点东西 就是意义 那个意义怎么来呢 没法通过外部的东西给你 也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产生 所以我们说文很重要 文而成人 所以这个文的古汉语是个动词 这种文有直接的身上涂油彩 涂脂抹粉 画工厂的图案 穿什么样的衣服 也有在行为规范上的规训 思维方式的规训 所以我们说文的意思就是 修饰 是规训 是培养 是教化 一言以蔽之 就是文而化之 所以我们说文而成人 是我们理解人类所有文化的一个基础 那为了讲清楚科学 为什么在西方出现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建立一个参照系 古人讲知己知彼 你知己才能知彼 或者知彼才能知己 相互这个比较才能看得很清楚 简单说来 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农耕文化 是一个典型的 成熟的 甚至是排他的农耕文化 比方说我们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 可是我们中国没有发达的海洋文化 什么原因 就是农耕文化太强大了 它压倒了这个海洋文化 咱们长城是个典型的农耕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 化地为牢 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侵略我 我也不侵略你 古人对农的重视 和对商人的意志 也是很有特点的 种农艺商 人分是党 是农工商 把商人打到最底层 贬低商人 意志商人的发展 所以中国文化我们说 这个意义上去 它排斥海洋文化 排斥油墨文化 排斥商贸文化 农耕文化 意志独当 那么农耕有什么特点呢 两大特点 第一个叫粮食生产 第二个叫做定居 那么定居这件事情 在中国文化中就打向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定居 父母在也不远游 老是呆着别动 如果你乱动 那就很不幸 什么流离失所呀 什么背井离乡啊 接着就是家破人亡啊 这些事 所以你老动什么 呆着 呆着就很幸福 所以中国文化呢 是一个呆着不动的文化 我们中国人的定居意识 安居意识 故土意识 故乡意识 非常浓 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熟人文化 你既然都呆着不动 周边全是熟人 只要你是人 我就跟你是亲戚 如果我跟你不能建立亲戚关系 那对不起 你就不是人 中国人没有公共概念 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 没有公共意识 要不然就是熟人 如果不是熟人的话 那我就不把你当人看待 所以我们看公共空间里 我们基本上是旁若无人 如果在一个车厢里面 你们是多数 你们就是谈笑风生 喧闹无比 完全不顾旁边的人 你站个位置 人来来坐 有人 不让他来坐 你身边坐个陌生人 感觉很不安全 不放心 所以中国的熟人文化 是理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熟人是怎么构建的呢 当然是以血缘关系来构建的 中国人讲亲 亲就是近的意思 亲近 亲近 近什么意思 近不是说咱们物理上很近 咱们俩爱一米 爱两米 不是那个意思 是血缘谱系里面你是近的 所以我们有亲兄弟 有堂兄弟 所以中国人的这个熟人文化 是根据是血缘文化 血缘文化 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 要么是直接的血缘关系 要么是尼血缘关系 或者准血缘关系 你看 这个上下级关系 比照父子关系处理 那么 领导嘛 领导就是爱名如子嘛 父母官嘛 连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也是比照父子关系处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嘛 同僚的关系 比照兄弟关系处理 血缘关系的核心是亲亲关系 所以中国文化 又叫亲亲文化 我们来回忆一下 中国文化是农根文化 是熟人文化 是血缘文化 是亲亲文化 亲亲文化的核心是情 我们刚才讲人文 那个人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成 有情有义有爱者为人 无情无义无爱者为情受 所以我们看到儒家 把这种人性的最高理想 做了一个高度概括 就叫做人 人爱精神是儒家为代表的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那什么是人爱呢 中国是那个人爱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男女之间那个爱 也不是基督教说的那种平等之爱 中国式的爱是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 亲情之间这样的爱 而这种爱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说叫爱有差等 所以人爱有两个要害大家记住 第一个它是基于亲子之爱 当然那个亲子之爱是可以扩展的 孟子不是讲嘛 老无老以人之老嘛 幼幼以人之幼 这种爱是具有一种朴实性的 但是大家记住 这种朴实的爱可不是平等的爱 它是有差等的 你最爱的是你的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 别人你也爱 但是没爱得那么厉害 它是那个爱的浓度在下降 所以成为中国人 第一个要有亲情 第二个要懂得远近亲疏 第三个搞清楚的是 你也懂得了远近亲疏 你还能做到不偏不一 恰到好处 所以成为中国人 那不是很容易的 怎么办呢 要学习 学什么 学礼 这是我们说礼文化的由来 儒家讲礼 这个礼是干嘛呢 学礼已成人 通过这个礼的学习 是你形成一个人 训练一颗人人之心 训练你的仁爱精神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呢 以儒家为代表 它是个什么文化呢 就是一个以仁爱精神为人 以礼为文化教化形式的 这么一个文化 在这个人类结构里 我们记住一点就够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是情高于礼 礼高于法 你讲礼固然是可以讲 但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个礼是相对的 你没法追究下去 所以呢 情是更重要的 情是绝对的 好了 我们不能在中国逗留太久 马上进入西方 那么西方文明是所谓两西文明 西伯来和希腊 但是希腊半岛 它土地平基 没法进行大规模的农耕 它的农作物很少 主要的作物是一些经济作物 像葡萄啊橄榄 所以希腊的橄榄油和葡萄酒不错 而爱西方特别喜欢航海 所以它的航海文化 贸易和游墨精神非常浓 这个西伯来人也是一样的 它以色列那个地方啊 是个沙漠边缘 农耕不足 也靠贸易 所以这个犹太人啊 和阿拉伯人都是特别善于做生意的 那么他们迁徙成为常态 两西文明的那些史诗 都是一些漂泊的故事 旧约圣经是记录了犹太人民 颠沛流离的故事 这个河马史诗讲的是远征的故事 远征透露依 所以这个西方的这个千禧文明 跟我们中国的定居文化形成一个对照 这个对照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文化 本质上就是生人文化 熟人不熟 那生人文化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它发展了一套跟血缘文化完全不同的 叫契约文化 我想契约这个事情是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 它强调这个规矩 规则 游戏规则 法律 所以定约首约成了他们文明教化的一个主要方式 我们是批评地要强调人 自为人的这个有情的部分 以维系一个血缘或者准血缘文化 人家就反复地强调契约的部分 以维系一个生人文化 契约文明里面对人性是怎么认同的呢 刚才我们说 血缘文化里对人性的认同 就是有情有意有爱了 那契约文明的人性是什么 它是基于着独立自主的个体 独立自主的个体 一个人能够定约 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自主性的人 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 所生成的人性 被概括成一个词 就是自由 多数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极其糊涂的 认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其实全都理解错了 所以什么是自由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希腊人就认为 自由是人的基本标志 正像中国人把禽兽作为人的反义词一样 希腊人是把奴隶看作是人的反义词 这很有意思 你看我们中国人不理解 那奴隶也是人身父母养的 那怎么能说他不是人呢 你这是狼心狗肺 那不 人家的思路不一样 他看待人的这个角度就不一样 人之为人才有自由 而奴隶由于制度的原因 他就没有自由 他活得不是为自己活得 不得当人看待 他就是你的工具的使用 这个意思 成为自由人 是希腊人自由民 训练这个人性的一个方式 那怎么训练呢 希腊人说什么是自由 自由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概念 你要有自己 所以我们知道德尔菲神庙里 有一个著名的神谕 叫做认识你自己 希腊人一开始就强调 要认识你自己 把自己作为一个核心理念来认识 而且要通过认识的方式来获得自己 我们中国人讲自己 也是通过体悟 经验 体验 我们没法把自己变成一种知识 而希腊人说 自己要建立一套知识体系 那这就有意思了 什么是自己 我们中国文化认为没有自己 你问我是谁 我是我父母的子女 是我子女的父母 是老师的学生 是学生的老师 是上师的下属 是下属的上师 是同事的同事 是同学的同学 中国文化看来 每个人是个函数 你那个含相越多 当然你就人脉越丰富 我是个函数关系 但是希腊人一开始就强调 你要确立你一个你自己 这就展现出两大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 西方人强调 在变化中保持不变者 是你自己 这就出现一个关键的词 叫identity identity它当然是身份的意思 它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不变性 同一性 可辨识者 identify 把一个人变出来 你凭什么把一个人变出来呢 你是发现它身上的不变性 所以西方文化 希腊开始强调 对事物的把握 对世界的理解 主要通过找到世界中 背后不变的东西 那个东西 才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道理 所以变化背后的不变者 那是根本 我们中国文化就不一样 我们中国文化变化是普遍的 是基本的 宇宙就是个大化之流 我们每个人就加入这个洪流就可以了 而且要随机应变 见机形势 保持平衡 跟着大势走 视食物者为俊杰 这就是讲法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 所以 自己的概念非常重要 理解西方文化 什么叫自己啊 你人有一个自己 事物也有个自己 事物拥有自己 这就是自然的意思 西方的自然科学 前提是它有自然概念 希腊科学的起源 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所谓的自然的发现 或者自然的发明 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自然概念 比如说中国人就没有自然概念 这两个字是中国字 是近代日本人翻译那个nature翻出来的 那就是道德经就谈这个自然的 是 道德经是谈自然 不是这个意思 道德经的自然 它是一个形容词组 是由两个字构成 一个是智就是自己 然就是如此 自然的意思就是自己如此 所以当老子讲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道要追随一个比较高的 一个叫自然的东西 不是 他说的是道追随自己 道上面没东西了 但是这个希腊人一开始就强调 事物有一个自己 人 作为自由的人有个自己 事物也有个自己 有自己就意味着你有本质 你有本性 你有本来 你有本源 自由的理念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推理出来的 而追随事物的自己的逻辑 这就叫理性 好了 终于讲到科学了 我们多了一大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 给大家呈现一个崭新的科学观念 就是科学的起源是什么 过去我们都认为 我都搞饭吃嘛 这是错误的 人类要搞饭吃靠的是技术 科学是不必要的 只有在十九世纪以后的现代社会里 科学才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才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才成为国力的象征 但是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上 科学是没有用的 科学从希腊开始 它就是一种通往自由人性的教化之路 你为了使你成为一个自由人 你就得学科学 它是希腊的人文 它的目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性 刚才我们说了 科学如何能够成为训练自由的方式呢 首先是因为科学本身就是自由的 自由的科学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它必须是超功力的 必须是无用的 曾经有一个故事 讲一个学生 跟着欧基里德学习几何学 学了两天以后问欧基里德 说老师 我们学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直见欧基里德勃然大怒 你骂谁呢 我怎么会教你有用的东西 几何学是完全无用的 既然想跟我学有用的东西 你滚 所以希腊人主动地 积极地 明确地 把无用性作为科学 作为科学的最高标准 必须无用 那就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 无用的科学怎么搞啊 所以他要搞一套 为自己而存在的知识 所以希腊人搞了一套 著名的演绎法 三诞论是典型的演绎法 大前提 所有人都会死 小前提 说给了李是个人 结论 说给了李会死 自己推出自己 所以就要求一种 内在的严格性 你不能求人 你不求人 那么你的知识 就具有一个特点 叫做具有恒真 永恒的真 只要你前提是对的 你永远就是对的 如果你们还记得 你们当年学过几何学的话 欧四几何的五大公里 五大公社 那公里怎么说的 公里一 等量加等量 等于等量 是不是废话 当然废话嘛 这还有你说 等量减等量 等于等量 但是你要注意 推着推着 貌似是废话 其实后来不像废话 比方说他推出 三角形内角核 等于180度 再推 直角三角形 它的直角边的平方之和 一定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是废话吗 当然也是废话了 中国古人知道 高三古四玄武 至于说任何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那我们就不一定知道 再推 推啊 推啊 推一大堆 欧四几何老后一本书 全是定理 它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奥秘 就人类总是生活在某种已知之中 可是我们对这种已知却昏然不觉 这种已知便是理性 人类天生就是理性的动物 可是我们对自己的理性却昏然不知 昏然不觉 这样一来 那我们就需要学习 好 我们最后呢 再花一点时间 来举些例子 希腊的科学是个什么科学 希腊科学分的两大门类 一般来讲 18岁以前的年轻人学数学 18岁以后呢 学哲学 所以希腊科学两大类别 数学和哲学 那怎么希腊人很惯 一开始就学数学呢 这也是有点误解 所谓的数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算啊计算那个东西 不是那个意思 希腊那个数学呢 它本来的意思是能学能教的东西 那问题是哪些学科那为能学呢 希腊数学四科 算术几何音乐天文 这四科成为能学 那么挨个儿讲讲 先看算术 大家不要比这个意名所左右 Arithmetic这个词啊 它本来的意思不是算 它基本的意思是数理学 就是数字的道理 数字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希腊人毕达格拉斯认为 宇宙的规律首先体现在数字 数字之上 研究数字就可以研究这个宇宙的真理 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一个算术啊 叫做logistic logistic是奴隶们学的 奴隶们要盖房子 要挖沟渠 要测量土方 要计算每人的工作量 这是他们要算的 这个东西跟培养自由民没有关系 培养自由民可不能学那些东西 那些功力的算计的东西不能学 要学Arithmetic 而Masky学什么呢 就学每个数意味着什么 它之间内在的联系是什么 所以我们注意到 希腊人特别强调数的道理 比方说 你看6 这个数的道理是什么 对6等于1乘以2乘以3 又等于1加2加3 这个数太妙了 它是由它自个儿的数因子 加起来构成的 所以这个数成为完全数 是数的榜样 特妙 那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六六大顺 算术 是希腊早期 古典之前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科 但是后来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呢 就是无理数的发现 这个根号2的发现是个什么 根号2它是一个数 没有问题 因为它正好就等于一个 等腰支角三角形的斜边 它是一个东西 按希腊人的想法 万物皆数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数对应 所以根号2也不例外 但是根号2的确不能写成两个数的比例 这位根号2的发现者 发现这个事以后特别痛苦 这意味着万物皆数这个教条是错误的 那就除掉他们那个理论根基了 所以这个历史上称为 欧洲数学第一次危机 就是比例的事搞不下去了 搞什么呢 搞几何 所以几何学成了希腊古典时期的显学 这个几何学是代表希腊正宗的精神 爱因斯坦说得很好 现代科学两个来源 一个就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代表的 这个推理和演绎的精神 一个就是近代出现的实验的精神 所以几何学它非常幸运 它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这个原本继承和代表了希腊古典时期的几何学的 最大成就 是个极大成者 所以学习几何 就成了我们学习希腊文化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有了印刷术以后 几何学成了和圣经并列的 印刷量最大的两本著作 那么柏拉图为什么把几何放得那么重要 在我们过去有一个误解 有几何学是什么学科的基础 先修课程 学完以后才能学别的 这当然也是对的 但是没有切中要害 要害是什么呢 柏拉图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按照我的理解 他是说你没学过几何学 你那人都不是 你怎么能成为一个自由人呢 你得懂得什么事物的内在规律 事物的内在逻辑 懂得你成为自己的一个根本要害 就是懂得事物的内在逻辑 而几何学告诉你就是这件事情 我说呢 它是一门德语课程 它是一门政治课 你不学好几何学 你就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滴滴趣味的人 几何学的这个精神呢 它代表着希腊人对自由精神的一个 基本的追求方式 就是要讲理性 讲逻辑 讲事物的不可更改的 内在的坚硬的东西 几何学就是干这个的 当然还有一个学科叫音乐 音乐怎么是数学学科 我们一直搞不清楚 他知道这个数学啊 是训练自由民的学问 因此它本质上是所谓的Liber Arts 是自由艺术 所以古人训练自己的子弟 成为自由民 就要学数学 而学数学 你别想了一直是计算 不是 不计算 全是推理 那么音乐 为什么也属于推理的学问呢 因为它被认为是 关于数字比例的一门应用学科 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 讲一讲天文学 天文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问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天文学 希腊也有 但是他们俩的学问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人研究天文学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是皇帝喜欢 皇帝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皇帝统治的合法性 来自于天 皇权是天授的 所以天命所归 我才做皇帝 请问上天 我怎么知道上天让你做的呢 所以皇帝想了一招 他建了一个天文台 研究天 而他规定 咨询他研究天 别人不许研究 所以中国古代天文学 是皇教垄断的 别人不能做的 因为天文学是决定着意识形态的 是决定着统治合法性的 西方的希腊天文学怎么来的 希腊天文学是基于两个教条 第一个教条就是 天和地盼然而分 天上非常完美 地上不完美 因为上天不怎么变化 地面充满了变化 希腊人喜欢不变 不喜欢变化 而上天是变化最少的地方 柏拉图对他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 说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拯救现象 就这七个行星呢 这么乱是不行的 你得把它说圆祸的 把它说成不乱 这就出现了希腊天文学 那个第一个天文学叫做 欧多克斯 欧多克斯说 我解决这个问题了 说这个七个星一点都不乱 为什么看起来乱呢 是因为它同时在做 两到三个云术圆珠运动 而这两到三个不同的 云术圆珠运动叠加起来 就叠乱了 你单独看都是非常好的 这就引发了希腊天文学的 一个方法论的原则 就是它要通过一种 云术圆珠运动的组合模式 来模拟行星 实际上的不规则运动 这就成了后期科学的 一个普遍方法论 就通过不变来说明变化 所以希腊天文学就成了 近代科学 后世科学的一个原型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科学在中国没有出现 在希腊出现 不是因为希腊人吃饭 我们中国人不吃饭 不是希腊人更聪明 我们中国人蠢 都不是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是我们具有不同的人文结构 我们这个文化的根基处 对人性的认同 和追求的方式就不同 中国人这个农根社会 熟人社会 血缘社会 亲情社会 以情至上的这一个 训练了一种仁爱精神 作为它最高人性理想 这样一来 它就引发了对礼 这种文化 教化形式的一种重视 所以中国文化的 所有都是礼文化 无论你干什么 你是读四书五经 是礼 你读唐诗词也是学礼 你搞琴棋书画也是学礼 只有通过这个方式 你才能训练一个仁爱之心 而相反 希腊人民对自由的 这种人性的追求 落实到科学上来 而这种科学不是一般的科学 它本身就必须是自由的科学 它是内在的 是论证的 是证明的 是推理的 是演绎的 是自己说明自己 自己展开自己的 只有为其如此 它才能把一颗自由的心灵 给塑造出来 所以我们说 中国人没有走上 科学发展的道路 不是因为不吃饭 也不是因为脑子笨 而是因为一种存在的命运 我们的文化路径不同而已 多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